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這樣我們聊的主題有點小嚴肅 就是這個影片不像是教學 而是我想說一些東西 我開始做兩性主題到現在也快三年多了 也出了許多產品 有男生課程有女生課程 那大部分都是自我提升 讓自己更懂兩性心態為主 讓自己追求吸引上成功率變高 其實我一直覺得 我也不是什麼專業很猛的老師 就是我懂比較多 體驗比較多的經驗 分享出來讓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大概可以判斷什麼東西概念是可以複製的 是真的可以教學 對學生客戶真的有幫助的 什麼東西是其實沒什麼用 假難聽一點就是有點像是騙人 那我也不是說別人都爛爛 我的都好棒棒 因為一定在這個業界是有這些需求的 不然為什麼會有這些課程或是服務可以賺錢 有市場需求在 才有那方面的商人 這是一定的 但就是看那個商人賣給你一名需求的東西有沒有效嘛 那你相信他就跟他買 只是我會有一個底線就是 我會去賺錢 但我不想賺我不認同的錢 例如我不會想要出挽回的課程 我以後也不會出 我不會開諮詢收費的服務 那目前我也沒有一對一限下實體課程 那我一個一個說 為什麼我不去做這些事 其實這些我都可以做 也許我賺錢可以再快一點 我可以讓自己更快一點存到買房的錢 那為什麼我不做 有些是我不認同我不想靠這個賺錢 有些是生活平衡的拿捏 例如挽回希望對方跟自己複合 這其實是一個市場 而且有朋友跟我說這蠻好賺的 但我一直說我不可能去出這種課程去收費 因為第一個挽回本身就很困難 第二個挽回就是在降低自己價值 還要期待對方回頭可以答應跟自己在一起 第三個挽回沒解決掉分手的根本原因 那麼之後再分手機率超高 而會去買挽回課程的人會是什麼人 就是受傷的人 被分手、被劈腿、被拋棄的人 這樣的人就是已經處於低潮的狀態 這時候有個課程可以幫他挽回 就算是希望渺茫 也會想要賭一賭 但其實挽回本身假如是對方真的受不了分手的 那麼其實比追求一個新對象還困難好幾倍 我不想再人家受傷難過 想要抓一個伏木救自己的時候 去賺這種錢 給對方希望 再讓他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另外一個痛苦的開始 這就好像你受傷了 我幫你敷藥 但敷的其實也不是藥 就敷好玩的 之後你受傷的地方爛掉 我也不會為你負責 我就是只是想要賺你買藥的錢 讓你覺得買我的藥有效 那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我沒有能力 就是我沒辦法教學讓人一定能挽回成功 也許真的有這樣的課程 也真的不少人挽回成功 但我不知道怎麼樣可以輕鬆挽回 那我的經驗是很難有這樣的課程 教你輕鬆挽回 投胎比較快啊 所以我不做挽回收費課程 是因為我不想賺已經受傷很難過的人的錢 因為這樣的人買我課程 他絕對是因為太難過 非理性的做出購課決定 我希望會買我課程的學生 是真的各方面想好也評量好之後決定購課的 而不是突然一個情傷腦波弱 買了也沒在用的課程 當然也可以因為覺得我帥給我買課 這樣也不錯喔 其實簡單來說我也缺錢 但我不想賺這種錢 再來就是諮詢收費我不開 就是因為我並不認為幾句話 就能解決一個人感情上所有煩惱 其實諮詢費就是相對以時間計算 那我覺得我做出了非常多影片 或是愛情Q&A也有不少故事影片 大概看了好幾部影片 也許你自己都會知道 可以怎麼做該怎麼做 但差別是你有沒有真的去做 讓自己去體驗這些經驗融會貫通 還是就聽聽而已 假如只是聽聽而已 那去諮詢也只是需要一個認同感和心安 而你去諮詢真的付出去的金錢 不會是我們給出的答案 而是那幾個小時時間的費用 那費用當然是因人而異 只是我覺得諮詢真的有效 會是你在練習的途中 真的遇到任何提升的困難點 也許真的卡在那 這時候只是需要 比你有經驗的人提點你一下 你又可以很快的 邁入到下一個階段了 那假如不是這樣的狀態去問問題 只是在問對方是不是喜歡我 對方那什麼意思 其實去算命也差不多啦 因為你沒意識到在吸引互動上 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那下一次去互動 也不會有意識到自己到底在幹嘛 那問的問題其實真的就是問心安的 那當然付錢解決這些問題 可以讓你心裡比較安定一點 你好像比較有個方向 但你不一定做得到 那同樣的時間 我想要拿來運用的是做影片 分享出來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幫助的就不只一個人 而是許多人 雖然這件事沒有錢 但可能這個人的感情問題 也會是別人的感情問題 所以每個禮拜我都固定產出愛情Q&A影片 那最後就是線下實體課 帶你去打散 其實這超賺的 有開這個系列課程 我應該早就可以買房了吧 但我選擇不開 其實是因為我不想破壞我生活平衡 怎麼說呢 我youtuber影片產量其實不小 那其實有開線下實體課的備課時間 帶人去搭訕的時間 其實會吃掉不少我的時間 想要維持一樣的粗片量 是有非常大的困難度的 第二個是帶人搭訕教學 又或是帶去夜店練習 絕對會影響我的生活作息 還有我跟我伴侶的關係 我並不想要犧牲掉我原本的生活 只為了賺更多錢 那當然賺錢很重要 賺錢當然越多越好 但是生活跟賺錢相比 我會選擇生活 錢賺夠就好 那假如開始流量差到 我沒辦法養活自己 也許我就會開始做實體課 但一定是為了生存才會這樣做 那我有朋友也有在做線下實體課 他們也都很厲害 他們也很辛苦 那這些都是選擇問題 這其實沒有什麼對錯 那其實就是常常會有人私訊問我 有挽回的課嗎 可以諮詢嗎 有錢的話要多少 有實體課嗎 我直播的時候 應該有時候會聽到我在說 為什麼我不想要開這些課程 或是收費模式 那也很有可能就是我很懶 我不想讓自己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搞得太複雜 那我說了那麼多 其實就是 假如你是很有錢 你就想亂花錢 OK那這個影片你就聽聽就好 但假如其實你沒什麼錢 這些錢是你辛苦存的 那我會覺得你要花之前要三十 雖然說無間不成商 但就跟大家說一下啦 想要花錢之前想清楚啊 想要支持我 無腦買我課也是OK啦 無腦買起來拜託 謝謝老闆 那為什麼我會突然落落場的講那麼多呢 其實就是有看到有文章 是被分手的人想要挽回 他想要去買課程 但他是學生沒什麼錢 那裡面的內容 我看著覺得有感而發 因為小時候吸引 或是把妹的資源也不多 就是看到什麼就都嘗試 那也是到處撞斃 各種失敗經驗累積 其實是因為自己懵懂無知的狀態 所以已經失敗 就會覺得是自己不夠努力 但其實是整個方向都錯了 但自己不知道 當然也就浪費了許多時間 那我覺得為什麼要讓人花了錢 還要浪費時間 就是那個人想賺錢 重點是 靠北 我覺得很靠北 那我會希望自己 不要變成自己討厭的那種人 人的話也希望 跟自己小時候一樣懵懂無知的人 可以慢慢判斷什麼是好 什麼是壞 那麼這業界也許就能進化 因為廢物會被淘汰掉 好的會留下 那這部影片就只是有感而發 假如有人覺得自己被冒犯 那就抱歉了 我不是針對你 我只是講出我的想法我的觀點 我也沒有要你們一定要買我課 而是你要買課錢 你可以好好貨比三家 思考後 讓自己是冷靜的狀態 再去購買課程 而不是很難過 腦衝想要抓伏木 就買了一個你也不會去練 或是根本就沒用的課程 之後傷心又傷錢又很幹 哇 很難過捏 想清楚啊 好今天就是說一些廢話 有感而發的廢話 那今天就聊到這邊吧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